習主席的這個賀信 我覺得是對我們這個兩岸企業家峰會的一個肯定 尤其這十年來 兩岸企業家峰會為了兩岸的這個融合 兩岸的這個統一 做出了非常大的貢獻 然後我自己參加的這幾次峰會來說的話 我覺得峰會每一次都在精進 每一次討論的主題也好 每次這個挑選的這個合作的方向也好 無不顯示說我們兩岸企業家可以互助互補 互相補足對方的不足 台灣可能在很多的軟實力上面 會更有一點優勢 但是大陸在市場也好 在這個硬件方面也好 在很多的這個規模經濟都有非常大的一個優勢 然後兩岸的企業家 通過像這樣子兩岸企業家峰會的一個交流 在各個不同的領域 產生這個碰撞出新的火花 那我覺得就我個人而言 我在峰會 我不僅僅是認識到很多大陸新的朋友 這個相關產業的朋友 我也認識了很多台灣相關產業的朋友 我在台灣不認識的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峰會 讓兩岸企業家能共聚一堂 然後一起為這個兩岸的這個大業 然後共同努力 然後共同磨合 然後促進這個融合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兩岸的青年我都有接觸 我們文創園區有兩岸的青年在我們園區 實習創業就業 那我會建議說台灣的青年 如果來大陸了以後 第一件事情 廣交大陸的朋友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辦事的方法各方面 跟大陸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有大陸的朋友跟你一起合作 或者帶著你一起做 或者兩岸這樣的青年們一起合作的話 我覺得是可以取長補短 然後變成台灣的青年 他可能在這個文創 或者是這些創意上面更有一點優勢 但是大陸的青年更知道我怎麼有效率 然後快速的把事情做好 那這樣子兩方一合作 成功的機率就變大 如果兩方不合作 其實都寸步難行 所以我很建議 如果是台灣的青年來到大陸 要廣交大陸的朋友 多認識相關產業的人